土地 我覺得就是人去賴以為生的地方 我一出生就是在這裡 它真的是養活我們幾代人的一片土地 我們很感激這裡的泥土 去養活了我們幾代人 在村上你會看到那四季看得很清楚 在村上你未必會看到這麼多 你未必會知道外面下雨 例如你住樓也好 或者你在商場或者在辦公室 外面下到很大雨 你未必會知道下雨 但是這裡就很近的 你會看到 然後你就會聽到 你會感覺到 在村上看到的小動物都不同 春天的時候你會看到一些水蝦 會有很多荷豆 夏天周圍有很多蛙 你會看到一年四季的不同 在香港大家都知道 現在我們農地只剩下4% 就是只有這麼多 但是我們沒有法例 或者沒有政策去保護農地 只有一些政策去促使地產商 去屯積農地 或者直接將它改變土地用途 我們現在看到4萬呎原子換地政策 但是我們會覺得 就是農地是超級重要的 關乎公眾利益的一些資源 現在這裡新界東北發展 之後是有很多發展都陸續而來 例如新界西、元朗南、新界北、錦田、洪水橋、大嶼山 周圍政府都想開發這些地方 都是新界、鄉郊、農村 然後地產商就會開始去那裡存織土地 你會看到是政府加上地產商 一直這樣去消滅農地 而政府就是去促使這些事情發生的人 很多人想入行做農夫 但是漁護署的復姦隊 是保持有二、三百人排隊 可能你要等上五年的時間 你才可以去找到一份合適你的田 而正正就是現在這4% 大概四千多公頃的農地 就是有八成半長年都是雕方 你看到那個政策是超級實行的 我們在六年後 是從三百年後 再往四十千多公頒